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全反射的立体 这里有一个直角的三菱镜 直角的三菱镜 那是在空气当中的 那这个直角三菱镜的折射率是根号3 AC面是水平的 然后AB面是一个镜子 镜面 那光线从这个珠垂直入射AC 然后A珠等于三分之一倍的AC 那请问第一个光线最后从哪里射出 好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从AC射出呢 这个就是在问说 在这里会不会是全反射 在这里会不会是全反射 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先找出AC这个界面的全反射条件 从全反射的公式来看 光密折射率乘上路射角 零界角的正弦值 会大于等于光密折射率 光密戒指折射率乘上零界角的正弦值 然后会等于光输的折射率乘上赛90度 好那现在光密戒指折射率是根号3 那就把根号3带进去 然后我们看后面这两行 看后面这两行就可以找出 零界角的正弦值会等于3分之根号3 然后接下来判断一下这个路射角是几度 因为它是直直的射路 垂直射路所以没有偏折 然后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从几何关系先找出它的法线 这个是法线 那这边是垂直嘛 所以所以这里是垂直 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路射角 这是30度 那这里是镜面喔 所以路射角等于反射角 3030 那这个30这样对过来的话 这边跟这边是平行 所以这里是30 这里是总共60 它的内错角这里也是60 所以变成说 路射到AC的路射角是60度 60度 那 零界角的赛值要是 是等于3分之根号3 零界角的赛值是3分之根号3 这时候路射角是60度 路射角的赛值是2分之根号3 2分之根号3 跟3分之根号3 跟3分之根号3 来比喔 就是有比较大啦 对不对 所以 这代表说 60度已经超过零界角了 因为赛函数 赛函数是 是0到90度 它是递增的 所以 既然它的 赛60度 比这个 赛c 比零界角的正选值 还要大 那代表60度 比 赛c还要大 60度比赛c还要大 再多写一点 就是 60度大于赛c 所以发生全反射 所以它并没有从A珠射出 并没有 它是在这个位置发生全反射 所以 它发生全反射的话 路射角也反射角 所以用60的角度这样射过来 那射过来 60这里是内错角60 然后这个是法线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 从BC 射到BC的这个路射角 是30度 30度 那所以 第二小题 从BC射出 第一小题 从BC射出 那第二小题 就是要算折射角 这代思乃尔定律 三菱净折射率乘上路射角 330 或等于空气折射率乘上折射角的赛值 所以 三十度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是 得到 θ2是60 这边是60度 射出 好 谢谢